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邻居是每天古镇上起的最早的人之一 清晨五点 他开始为一天的生意做准备 饭邻居在自家门口卖早点和地方小吃 现在他做的是当地人早餐的最爱 西豆粉 西豆粉是用豌豆磨成豆浆 在用慢火熬制成的一种当地小吃 西豆粉的味道对于合适人来说 就像北方人喜爱的油条豆浆一样 提起早点 首先想到的必定是它 一切收拾停档 饭邻居的早点摊准备开张待客了 每天尹献章起床后雷打不动的这一件事 就是在家堂中焚香祭拜 家堂中所供奉的分别是 天 地 君 亲 师位的五福堂 本家列祖列宗的流芳堂 以及供奉造军的奏膳堂 每一个合适人的家里都会设立这样的家堂 三支香 拜三拜 以献章的一天跟所有的合适人一样 都是这样开始的 早起的孩子们去上学了 习亭边出现了女人们的身影 辣椒 麻油等 其中简单的调料 调配出的就是和顺人七豆粉熟悉的味道 一直以来 七豆粉从来不会缺少食客 哪怕是在物质极大丰富的今天 这是和顺人吃了几袋的早餐了 和顺的街道总是显得格外的安静 有火山石铺就的巷道多有坡度 人们的脚步缓慢而扎实 和顺 古名杨温屯 坐落在云南省腾冲县西南 是我国西南边陲的一个汉族古镇 整个村落依山而建 坐南朝北 两千多古居民依照黑龙山的走势 呈放射统分布 2005年获得中国第一魅力明镇的殊荣 这里也是云南省著名的桥乡 河顺历史优求 始建于明朝的古镇 本墙带马建立 渗透着一股中原文化的气息 一条小河绕村而过 取适合明顺之一 后更名和顺 古镇上的提示不大 秦淡肉菜样样都有 而且绝对新鲜 尹县张和老伴 每天都会来转上一圈 尹县张做的一手地道的和顺菜 为家人做上一桌子香甜的饭菜 一家人围桌而坐 乐享天伦 是件幸福的事情 但近几年 尹县张的手艺派上了新用场 自从在2005年 中央电视台举办的 中国魅力明镇评选活动中 拔得头筹以后 河顺渐渐变得热闹 现在的河顺 每天要迎来众多来自五湖四海的客人 很多当地人都做起了游客的生意 旅游业成了如今河顺古镇人们经济的主要来源 进入古镇 首先专人眼球的就是这里的建筑 河顺古镇的建筑 以中国传统龟派建筑风格为主导 粉墙带拔 飞眼翘脚 凋梁滑动 河顺古镇的建筑格局 以四河院三房一罩壁 四河五天井形式为主 宗祠是当地建筑风格的一个集中体现 依山式而建的院罗错落有致 高大的门户显示出家族曾经的兴盛与繁荣 院罗方正归整 古树参天 依照进宗祠 不知是为建筑的气势所震撼 还是为优雅安静的氛围所感染 心底不由产生一股敬慧之感 宗祠中的牌点 传递着浓厚中原文化的信息 同时显露出古镇深厚的历史积淀 传统 延续 传承 故障 这些标签似乎都是为和顺准备的 但千万不要认为 这就是和顺的全部 在这些宗祠当中 我们惊奇地发现 竟然会有一所带有浓重西洋建筑风格的宗祠存在 如果不看牌匾 这欧洲建筑风格的大门 让我们很难把它和宗祠联系起来 云南边陲的一座古镇 却具有浓重的中原文化气息 遥远的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汉文化 如何在子地落脚 并如此顽强的代代相传 本已令人称奇 西洋美学的建筑风格的出现 就显得更加匪夷所思了 和顺的先民究竟来自哪里 中西文化的融合 又为什么会在这里呈现呢 远在六百多年前 明洪武延间 一道屯田戍边的旨意 让一队队从重进八县来到这里的官兵 从此留在了和顺 从那时期 寸 李 刘 银 甲 以及后来的张 杨 串 徐 赵等家族 便在此地生根发芽 慢慢才形成了现在的和顺 最初保有汉族文化传统 是为了与中原正统文化对接 也由此来凸显较高的社会地位 渐渐的 这种文化的传承 则似乎变成一种认足归宗的表现 在之后的岁月中 它进而成为了人们精神上的寄托 这正是在家堂中 尽相祭拜的传统 会如此倔强地被传承着的理由 也由此决定了 家堂在和顺建筑格局中 一定被安排在最神圣 最核心的位置 但这个答案 却让我们的另一个疑问 更加的难以解释了 在这样一个 把中国传统文化 传承得如此之久远 保护得如此之完整的古镇中 怎么会有像寸石祠堂 这样另类的建筑存在呢 这是住在尹县章家的 几位来自美国的客人 中午他们就要离开和顺了 尹县章用中国的茶 来为他们送行 尹县章在家中开办家庭客栈 已经有四年多了 四年多里 尹县章家 期待过来自很多国家的客人 这几位美国客人 就是慕名前来的 每当有客人来 尹县章都会拿出他珍藏的一本书 让客人看 因为书中有关于这所尹家祖宅 花大门的介绍 尹县章家的祖宅 为木结构三层 依山而建的两近院落 设计精巧 错落有致 家唐所在的位置 在整座建筑中最高 以示对祖先的尊重 这是和顺自古以来 建坊所必须遵守的原则 木雕的精美细腻 显露出了当年 以宪章家境的 因实与富裕 而木雕中传统的吉祥图案 院落装饰的细节 则折射出文化根脉的走向 粉墙带瓦 流眼翘脚 雕梁画窗 在这里 你似乎总能看到 灰派建筑的影子 由于尹县章家的大门 做得尤其惊喜漂亮 当地人便给他家 起了个十分形象的名字 花大门 但这些 在尹县章的介绍中 似乎并不是他的全部重点 我家是有点中西结合式 有点中国的古老文化 也有西方的先进的东西 像这个窗子啊 铁窗啊 都是东印度公司来的 这两半的挂装 都是两百多年了 一个是美国的 一个是意大利的 都是两百年以上 都写了字的 两百年 这个栏杆的 也是东印度公司来的 当时人站在这里 它是客厅 但是又站在这里 它可以又向旺 又像西河 现在的叫阳台 是该是开放嘛 所以以前我们家的老人 我家祖父他们也懂得 外国好的东西进来 外国不好都不要 所以这个葱啊 栏杆啊 都是当时是从外国进来 就是中西结合 尹县章对自家祖宅的介绍 让我们的好奇 变得更加强烈了 究竟是什么原因 让和顺这样一个 有着百年历史的 汉族古镇中 有这么多的外来之物呢 除了尹县章 别人的家里 是否也有这样的洋货呢 尽管来的游客多了 但似乎丝毫没有引领到 古镇原本安静的气质 送走了几位美国的客人 客栈马上恢复了家的氛围 春季温暖的阳光 烟草的味道 茶叶的清香 使人感到舒缓 惬意 这是尹县章熟悉的状态 与尹县章不同 多年的习惯 让住在古镇另一头的李坤拔 更喜欢在这个时候 喝上一杯咖啡 李坤拔已经八十多岁了 但依然思维敏捷 精神绝朔 老人现在一个人 住在他家的祖宅里 一所三进的院落 因外墙顺着道路的走向 自然弯曲 而得名弯柔子 无独有偶 在这所当地有名的宅院里 李坤拔向我们介绍的老物件 稍微夸张一点的话 可以说他们来自世界各地 那这个是玫瑰中 下面是这个是戴乖中 还有其他的 其他的 在下面 这是日本的三明镜 这个是玫瑰的好香 一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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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烧开水煮加飞 这三个是保温的地方 上面烤饼干 下面烤面包 这个保险柜是大象拖来 大象从柜外拖来 原来 弯楼子曾经是 和顺最有影响力的商号 1850年 李坤拔和曾祖李永茂 就已经把店铺永茂祥 开到了缅甸的摩谷 经营玉石 宝石和百货生意 后李永茂的三个儿子 李朝卿 李任卿 李志卿 将商号更名为永茂盒 并不断扩大家族生意 一度把生意做到了 缅甸印度等地 业务范围几乎囊括了 整个东南亚 所有的一切 都在向人们展示着 河顺曾经的辉煌与繁荣 同时也将历史的指针 指向了河顺历史上的 一个节点 即从河时开始 河顺人走向了国外 又出于什么原因 让他们愿意背井离乡 远走他乡呢 日出而作 日落而息 千百年来 土地是农民得以生存和延续的根本 然而 当河顺的先民定居于此后 他们却发现 这里可供耕种的土地 竟少得可怜 春耕秋收 辛苦一年的收获 只够河顺人半年的口粮 面对生存的压力 河顺人选择了 走出去 从明朝中后期开始 大量的河顺人为了生存 走向了缅甸等东南亚国家 谋求发展 河顺人称之为 走一方 渐渐的 走一方成为了 河顺的传统 家中的男孩 长到十七八的时候 一定会走出去 否则会被人称为 嘎人 意思是没有出息 孙西头这几棵参天大树 被当地人形象地称为 牵手观音 他们见证了无数 走一方的人 荣归故里的情景 树下的这条小路 是那些走一方的人 近村的必经之路 每当有人骑着骡子 旁边还有牲口 替他们托行李回来的时候 老人们就会告诉孩子 你看 他们又找的钱回来了 这次大概是要盖房子的 人类对住房的向往 千百年如是 那些因走出去 而常年漂泊一乡 寄人篱下的河顺人 对有房有地的渴望 对安居乐业的向往 比任何时候 都来得鸣心和强烈 在外辛辛苦苦 赚来的每一分钱 每一枚积攒下来的铜板 都是为了回家盖房 这种渴望 也造就了我们眼前的河顺 但有多少人知道 这些辉煌 是用一代代人的生意死别 一代代人的背景离乡 用他们的双脚 用他们的泪水 来致生命换来的呢 在这里 中国的传统文化 渗透在古镇的各个角落 建筑 习俗 礼教等等 几乎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尽管对于传统的尊重 对于文化的固守 对于祖先的敬仰 在河顺人的心中根深蒂固 但这丝毫没有影响 河顺人对新鲜事物的态度 就像我们在尹县章的祖宅 和弯楼子中所见到的 从建筑材料到生活用品 乃至生活习惯 河顺人表现出了敢于诚实 勇于接受 其善于利用的胆量与胸怀 手艺 曾经是河顺人 继走一方之后的 另一个安身立命的手段 就像河顺著名的藤边 就曾经是很多河顺人 吃饭的手艺 而如今 河顺不但不再有人走出去 反而有人愿意走进来了 每天睡到自然醒 是阿文喜欢的节奏 爱咖啡让他和表妹杨晨 在2010年开启了自己的咖啡店 而把咖啡店开到远离家乡 重庆的河顺来 他们也有着自己的理由 因为河顺这个地方 我觉得它很安静 我觉得我愿意留下来 在这里去慢慢地品味 这个地方的魅力 从10年初到河顺至今 姐妹两个已经在河顺 开了两家分店 阿文说 在这里待得越久 就越舍不得离开 在他们刚开第一家店的时候 河顺还没有什么游客 生意冷清 当时是夏天 重庆人夏天喜欢喝稀饭 姐妹俩便做了一锅稀饭充当晚餐 结果当地的一位大姐看到后 二谎没说 马上从家里 给他们送来了40斤自家种的大米 我们本来是想要给他退回去 我觉得他们也不容易 因为粮食都是他们自己 一亩地一亩地自己种了 他们说你不用缓 其实这是他们的心意 然后我觉得 就是你去问另外一个 哪怕不是他做了这件事情 他会同样的会告诉你 他的心态是什么 说明这是一个 他们很同理的一个心态 他们觉得没什么 就是把我们当成 他们自己一家人一样 尹仙章操刀的和顺晚宴完成了 每到这个时候 他都会到桌边 跟客人们聊上一会儿 一是希望厨艺能够得到肯定 二是他喜欢这样的交谈 因为我在这里 好像楚慕春光 他们来了 国方面的人来了 带来的他们的新思想 你就懂得一点 其他地方如何 什么地方 原来不搞得这些东西就不清楚 开了这个四方亡人的人都来 所以就进一步的了解中国的情况 是更好的 一个好事 西洋将它最美的光线撒向了古镇 钓鱼人将凭着这一点余灰 再能有所斩破 如今 古镇的作息 不再完全依从太阳的规律 夜晚的古镇 有了更多的色彩 华灯初上 生活在古镇里的人 不约而同地 用美食来犒劳忙碌了一天的自己 年轻人的笑声 在古镇上飘散 这一切 让古镇显得格外的真实 亲切 充满活力 生机勃勃 在节目开始的时候 我说过 和顺百姓很多的生活习惯 几百年来都没有什么变化 他们每天早晨 焚香祭拜 对传统的坚守 值得我们尊敬 但是在看过节目之后 我觉得 和顺人勇于改变的勇气 唯我所用的智慧 包容天下的胸怀 同样值得我们尊敬 勇于改变 让他们战胜了土地的匮乏挑战 唯我所用 让他们建造了美丽的家园 包容天下 成就了我们的眼前的和顺 而对于传统 对文化 对祖先 对家的认知 又让他们不会走得太远 当下的中国 似乎也在经历着这一切 只要我们牢牢记住 自己的根在那里 就永远也不会迷失方向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 如果您想了解我们节目的更多内容 请您关注我们的官方网站 农事网 农事网的官方微博 微信移动客户端 以及央视网查询浏览 中国有多奇 乡图告诉你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悬崖峭壁之上 我们的镜头在寻找什么 母猪壳 马达滚到底是什么东西 清脆的敲打声 老爷子手里变出什么好玩意儿 这其中有什么用途 这里风景独好 这里的人们也会自娱自乐 欢迎收看下期江口 阿鹏江和我们的家人